腾达杯少年篮球赛日前在台中大雅国小举办 一名小选手疑似是不满被盖火锅 竟然将对方抱起摔出场外 引发了对方家长不满 冲上前做事要殴打小选手 幸好教练跟裁判赶紧上前去离 才没有大打出手 快点快点 跳起来 跳 球场上红英选手拦截对方抛球 跟着进攻要扇篮时被对方盖火锅 红英选手竟然将对方抱起摔出场外 就是这个动作让对方家长不满 气得冲上球场 双方家长围上来就快打了起来 教练和裁判赶紧出面 将双方劝开 再用更大的暴力来对付你 那就是以暴制暴 做家长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去看发生什么事情 而不是直接冲上去 事发在21号上午台中大雅国小篮球场 腾达杯少年篮球赛上 东兴国小队上难赶国小 双方势均力敌 原本40分钟的比赛 打了快两小时分不出胜负 东兴国小15号选手 以思累了不耐烦 加上被盖火锅 一气之下做出摔人 违规取动 我们的孩子被家长冲进来推了一下 有时候有带孩子去验商 严正前的暴力这种行为 也是小朋友之间的一些碰撞 并不是什么刻意的冲击 那如果再犯我们就是没收比赛 未来可能也要求 主部单位表示 家长最后没有真的动手 只是推了一下 当下裁判也做出警告 如果再犯就除名 只是小选手们竞赛 家长们也就战局 虽说护子心切 但也做了最坏示范 记者什么章王胜炫 台中掌握的